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Hasbro 公司出品的 星球大戰 The Black Series 的 Imperial Jump Trooper 這個Jump Trooper 就是在反抗軍的動畫片 以及在Battle From 2 遊戲裡面出現過的 這個就是限定版 就是限定版 在哪裡可以買 我就不記得了 反正我就是在淘寶買的 還是看看包裝 跟平時的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有下角有一張它的側身圖 OK 它的名字 過來 它是沒有號碼的 OK 後面照舊 也是有一個 英文的介紹 OK 對腦礁 然後我這個是廣行 所以有張繁體中文的貼紙 在這裡 它的名字 都是掛卡式的設計 盒子 就是這樣 好 開了包裝 裡面照舊 都是用膠盒 索實所有東西 好 看回它的頭盒 都是以這個Storm Trooper為模板 加了一些東西上去 也減了一些東西 可以看到 它中間的嘴位 就是由了兩個紅色的點上去 其他位上色都OK 今次的一隻 有一個呼吸器 可以看到一直連到後面 它的頭上就是這樣 OK 拉遠一點 看看它的身體 其實它的身體 跟普通的Storm Trooper 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個肩甲位 長了 看到嗎 還有印了一個 帝國的標誌 還有一個 裝置 有一個噴射的 氣罩 這個應該就是氧氣筒 讓它呼吸用的 再下來 再拉遠一點 整隻腳 跟之前開開的Storm Trooper 沒有什麼分別 這個窗袋位都一模一樣 這裡有一個 上色 是這個位 好 整隻的細節就是這樣 好 剛剛拍了很多照片給大家看 現在就要看一看它可以動動的情況 先看頭部 頭部都轉得OK 就是受它這些 呼吸管的限制 稍微做一些感應質的動作都沒有問題 但它本身應該在360度轉得OK 壓低 向上一點 再看肩膀 肩膀 肩膀 是因為肩膀的原因 最多兩邊做到這樣 平常這樣轉 可以的 再看著帶子 好 看手掛位 手掛位這樣轉 轉完之後 這裡也是一個雙關節的設計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接著 這隻手 就可以向內咬 對 這一邊 跟那邊差不多 這隻手 就是 一個向上向下 對 好 再來就是 空口位 空口位 一樣的 有些卡位 可以靠低 向上 左右 再下來就是 大腿 大腿 就受這條腰帶限制 抹得不太大 向前踢 也是踢得很少 向後 就想也不要想 這個位置 擋住了 再過來 大腿有一個旋轉位 再到膝蓋 也是一個雙關節的設計 好 再下來就是 他的腳 腳端位 然後可以這樣轉 整隻手 其實可以動的情況 就一般 我又不明白 我之前開過一隻 SYS Trooper 它有一個蝴蝶裝置 其實我覺得這些 Trooper 都可以裝上去 有些偷工減 又是 換湯不換藥 換了少許東西 就整隻拿出來買了 好 再講一講 它後面的噴射裝置 這個可以這樣脫出來 看到嗎 它脫出來之外 這個位置 都可以拔出來 拔出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它的頭盔 就 沒有了一個氧氣的狀態 但是這兩條東西 就不在頭盔製造出來 好 講完它動動的情況 現在就看看它配的武器 就是一支最普通的衝空槍 就是這個帝國 那些Storm Trooper 經常會用的 這把東西就 好像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有一點點向上咬 有一點金屬味 有些銀色造舊的感覺 就不是只刻一把東西 好 那莊園武器 再講 它這次 好像是今年開始 那些限定版 都是會有這種地台 三角的地台 給它站 之前開過的那隻OB-1都有 那這隻也不例外 那這就是它們兩個的配件 那這支槍除了可以拿在手外 還可以放在這個槍袋裡 那整支東西放下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彈夾位就露了出來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 帶著的槍是怎樣 那 那 也做一個射擊的姿勢給大家看 好像不太架勢 這把東西看起來 有些行 好 好 那它這個地台就是 把他的腳 壓進去 壓緊 那 你自己喜歡怎樣放 做完就怎樣放 好 那在最後 就放了 最好的姿勢給它 就是拿著槍 膝蓋有滿滿地屈 那 要講一講 這個地台 其實是不可以跟他的腳好感配合的 因為它這個塞了下來 是塞不塞的 是鬆的 一整就出來的 就算你多用力好 你都按不塞進去 那這個所以地台有少少 有些雞力 那 看看用其他figure 可以用上的 那 多樣東西好過沒有 對不對 那 講回這隻Trooper 那 如果你有儲開Trooper 我想這隻你肯定不會錯過的 那 我想淘寶買的價錢 就是179 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 OK 今天這隻 Imperial Jump Trooper 就跟大家介紹完了 那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開箱時文 記得點讚和關注 我們 下次 The Black Series 的 figure 再見 拜拜